我們看這個第七題 這一題是說 甲跟乙單獨的都受一個力的作用 那個甲它動量越來越小 到最後見直 乙動量越來越大 可見甲是受到阻力 甲本來往這邊運動 受到阻力 所以它動量越來越小 乙是從鏡子 動量越來越大 它現在的話 有一些選項 它要你比較什麼呢 衝力 還有那個衝量之間的關係 不是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 甲所受的衝量Z1 跟那個 乙受到的衝量Z2 哪個大哪個小 它是要問那個大小比 大小哪個大哪個小 力量的話 就是說 它所受的力 還有呢 它所受的力 哪個大哪個小 我們知道這個 衝量是等於動量變化 所以這個動量變化 兩個都一樣 這個 德塔 P1 是等於多少呢 這點是等於护P 0-P 要把它取大小 這點是等於P 那乙的話 它的動量變化 是從0 變造P 所以是P-0 這是充量1,充量2 也就是說,這兩個是相反的 花的時間呢,兩個多 加在T1的時間,充量變化大小是P 也要在這麼多時間 所以我都知道,這個F1等於多少 是等於德塔的P1 除以德塔的T1 這比較大 這個是等於P1 我們取大小 P1就是P 除以T1 F2是德塔的P2 除以德塔的T2 有一幾大小 這是P2 除上的T2 T2 這個P2 這個P2是P 所以是P2分之P 所以 T2分之P 最小 T1分之P T1分之P 是等於F1 這是F2 所以F1 所以F1 代F2 F1 代F2 所以大家應該選哪一個 應該選那個V T2分之P 那是F2 因為P3 2分之P 是F2